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给开拜花的长寿花修剪 让它第二次开花更快 大家看一下我之前修剪的这一颗 现在已经开始开第二次花了 而且开第二次花比第一次花更多 所以大家家里面养养长寿花的 喜欢养长寿花的 一定要先点赞收藏 避免以后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们给长寿花修剪 大家一定要适当的提前一点 不要等到这个花完全开拜 因为等到这个花完全开拜的话 它会消耗大量的营养 所以导致第二次开花就不够多了 我们修剪的时候 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花托底下的两对叶片 以下的这个位置给它剪掉 把顶端的这两对叶片剪掉的话 到时它在底部这里会分叉 长出更加多的花芽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能心疼 不要认为这个花还没开完了 舍不得剪 你舍不得剪 它不断的消耗营养 导致第二次开花更少 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舍得 我们除了修剪这个花芽之外 里面的这些过多的叶片 也给它清一清 清空一点这个根部 让它更加通风透气 不容易自身病害 因为这个时候是长寿花的病害高峰期 什么灰酶病啊 白粉病啊等等 都会比较容易出现 而且呢我们在修剪的时候 有这种斑点黄叶 我们一并给它清理干净 因为这种病叶 很容易传扬到其他新叶片 好了这样就修剪完成了 接下来养护也比较关键 因为长寿花呢 它比较怕曝晒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半斤的环境下 养护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大家给它浇水的话 家里面有零苏二清甲的话 每次浇水都给它浇一点 因为零苏二清甲 它可以促进长寿花花芽生长 让它开花更多 而且呢每次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等到土壤干透一点 再给它浇 很快你的长寿花呢 就像我这颗一样 又能开第二次花 比第一次花开了更多 大家学到了就点个关注吧